我想做的电影非常地大胆 里面有克里斯托弗诺兰的 表现手法 有詹姆斯卡梅隆的拍摄技巧 还有周星驰的喜剧桥段 还有大量的动作元素 这不是一部大师级的电影 这是一部大师门级的电影 来 袁老师 叫志杰就行 好嘞 志杰老师 对 相信啊 这个情况您也明白了 这个康老师为了写我们这部戏 操劳过度 这场戏啊 他就写不了了 所以 他向我们推荐了您 这长蒙错爱吧 但是我吧 我明白 只写一场戏对于您来说 是有些大才小用了 不过来都来了 要不我介绍一下我们这部电影 那就有劳了 我这个电影 可谓说是十年磨一剑 这十年间我受尽了嘲笑 谩骂 甚至是侮辱 但我知道 他们只是和这个时代一样 跟不上我的步伐 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完全可以理解 而今天 我的这把剑终于要出窍了 我想做的电影非常地大胆 里面有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表现手法 有詹姆斯卡梅隆的拍摄技巧 还有周星驰的戏剧桥段 还有大量的动作元素 这不是一部大师级的电影 这是一部大师门级的电影 那这个演员阵容方面呢 全都是一个电影后 还有国际剧性的加盟 我们这个里面啊 有一个追车系 我们为了更好地呈现它 甚至还请来了 《速度与激情》里面的光头 哪一个光头 每一个光头 而且 我们这部电影不只要做一部 要做一个系列 要做一个电影宇宙 而这部电影 就是这个宇宙的起源 导演 听君一席话 如沐春风 醍醐灌顶啊 不知道我 我是否有幸能够参与其中啊 我想成为宇宙的一部分 这场戏啊 是这部片子的重中之重 这个压力啊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呀 我能够承受 我深知 想要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 那这一切都是必经之路 感谢您的信任 太好了 那这场色诱戏就交给你了 你 你说什么 色诱戏 不是 我瞧 好 我们这部片子里面充满了色诱戏 而这一场戏 只是整个片子的精华作哉 那您前面说的那诺兰啊什么这 那都是对未来的美好的畅想 有了你的加入 我们这个畅想啊 很快都会实现的 导演 要是这样的话我 恐怕无 无法参与其中了 因为 我在这个宇宙里无法生存啊 这色诱这块我没有生活 没关系 我们呢准备了很多 这四游戏的片段 我这样我发给你 哎 没必要 没必要 已发送 好人一生平安吧